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南无阿弥陀佛,感谢您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念佛的日子里 您可曾发现这些吗? 到底改变了什么? 念佛后的惊人变化 念佛以来 您是否已经发现自己的改变? 您是否觉得生活的意义已经另有打算? 是否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对身边的事物有了新认识? 是否觉得心里轻松了? 人生有定向了? 是啊 不知不觉 我们的什么梦想啊 喜好啊 心境啊 都已经不知不觉改变了方向 念佛的日子里 您不知不觉不再想去靠近麻将桌子 再听到三缺一 您会玩耳一笑 摇头拒绝 为什么 不知道 念佛的日子里 生病了 您的思想里不再只依赖医生和药物 慢慢地翻开了心灵 您不再对生命以过重的担忧 为什么 心灵有依靠了 念佛的日子里 有人说您是疯子 是神经病 以前您会大怒 然后风雨雷电 今天的您 会突然轻松地一笑 心里想 越是这样的评价 越是觉得选择是对的 越能体现您的信心不可动摇 念佛的日子里 听到别人颠倒是非 闲言碎语 平时会凑成一火 火上浇油的您 突然变得沉默了 不想再去掺入其中 为什么 自己不知道 突然觉得 那些都不属于自己 念佛的日子里 再看到那些幼小的 不同形态的生灵和小动物 您会心生怜爱 不再觉得 它们只是可嗅可参 不再认它们 只是任您细耍玩弄的对象 甚至一只蚂蚁爬过 您都会说 天哪 差点踩到它们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您学会多了一些 对生命的爱和呵护 进而为它们的生命 感到喜乐 看到有些生灵被伤 被识 您会因此心里不安难过 庆幸自己幸亏念佛 不然来生还不知道 是什么灾难和苦恶 念佛的日子里 偶尔发现最心爱的人 忽然心里有了别人 回头一看 您们的曾经是多么的美好 一眨眼 什么都以风吹云散了 失去了 换作以往的您会心痛 今天的您 为什么会格外的平静 看看这一切 原本就不属于我们 只不过是喜怒哀乐 酸甜苦辣和贪嗔吃而已 念佛的日子里 喜欢色香味俱全的您 突然一身素果 丢掉以往 觉得可以让自己神仙颠倒的欲望 对食物要求淡了 不再挑三减四 也不用那么累的去选择所谓的营养 衣装素了 裸肩漏背的潮流也没兴趣 对别人的指手画脚变得平静和冷漠 甩开酒瓶子 掐掉吞云吐物的习惯 外面的帅哥美女 在您眼里成了心理的勾芡 不再想着要愉悦 花天酒地的日子越来越远 那些钞票的颜色突然不再耀眼 忽然才发现 原来简单一点 平淡一点 是那么踏实轻松和快乐 一个微笑 一句佛号 洒脱而过 为什么 您也不知道 念佛的日子里 您会突然想着 身边的亲人都来自哪里 我来自哪里 将来大家又将会去何方 在今生 您也希望 他们能和您一样 看见这一切 寻找一个答案 念佛的日子里 一切的欲望有点淡了 对物质需求变了心态 对心情的突发变得平淡 对外来的骚扰变得冷静 对哀苦之人变得忧伤和友好 平时一毛不拔的您突然拿出您的钱包 拿出您的心意 放在那些贫困的人的手里 看住一些痛苦不堪的人 您会莫名其妙的心痛和悲伤 这些不是装出来的 是一种内心真情的表露 看见那些有点肮脏 疯癫的人 您再也不觉得他们可恶 反而觉得可怜 看见那些欺负人的和被欺负的人 您不会觉得那只是是非和无奈而已 您会明白那是前世今生的因果在循环 念佛的日子里 在看见自己的爹娘 您的心里突然找到感恩的心 不再对他们忽来呵去 不再觉得他们的付出理所当然 看到他们的白发 您突然发现您还有很多想为他们做的事 想为他们做一点什么 您不再因为距离和工作的理由来婉拒回家探亲 您不再以为只要给前父母 他们就会满足和快乐 念佛让您知道别人的真正所需 念佛的日子里 遇到您平时最讨厌的人 您会发现 她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她狡猾是因为生存 她黑暗 固执 是因为她业障深重 您反而觉得她可怜 而不是可恶 她也许心直口快 但是不存坏心 她处事待人刻薄尖酸 您会看到她的无奈 遇到您喜欢的人 您会觉得 其实只是喜欢她的某个样貌和为人处事 您所在他人身上喜欢的 是因为您没有的 而这一切 最终也都会随着时间的消磨而渐渐散去 这些 您会觉得 以前怎么看不见 所以念佛不只让您看见真正的自己 亦可以从一切事物或人身 他身照见一切的本性和虚妄 这一切不是谁教会您的 而是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它让您知道一切 还有很多很多您从来不注意 没发现的 都一点一点的在改变 在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名号中 一点一点的开明和泄调 分享此视频 历人历己 功德无量 即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似崇恩 下救三道苦 为愿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在世富贵权 往生极乐果 请常念阿弥陀佛 一切重罪惜解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禅心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分享 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 阿弥陀佛 感恩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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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 ov阿弥陀佛 fel吟众